其实只要口袋够深 任何倾向我们都很愿意 因为其实看到这些车型 如果是新车架来说 大概都是破百万 对于在百万之内 然后它在马力上面表现 又不马虎的 其实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小钢炮来说 Suzuki Swift Sport 它其实表现得相当不错 而且德哥 虽然你都试过这些 非常厉害的车款了 那Swift Sport你应该也有试过 我开这台车我还是会笑 其实不瞒大家说 我还有买一台Swift 但是我是买1.0 为什么 其实1.0已经让我觉得很钢炮了 你知道现在新世代的Swift 它厉害是在怎样 它用那个Hartech底盘 它那个平台 它的刚性很好 而且它低于一顿 我常常那时候常常会在想 就是觉得你看嘛 初代购福 它其实那时候也很轻 它就是换了一个110匹的马力 的引擎 你就觉得很有乐趣的啊 对 那现在随着它动力提升 你在回归 咀嚼当时开的那种味道 其实现在马力虽然多很多 可是你的驾驭乐趣并没有随着你增加马力而提升 但是相对的 反而像这种Suzuki这种Swift的新车 会让我有那种青钢炮的感觉 它会回归原始 因为轻其实它的速度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 它在惯性影响上会比较少 而且以这一台车 1.0我已经觉得够快 110匹扭力有16公斤米 这一台是用这个 1.4 对 BoosterJet的1.4的引擎 140匹 而且你知道它扭力啊 还比这个Vitara Vitara也是用这一颗引擎 Vitara是22.4 它多了1公斤米 然后你知道我实测 就是在0到100加速实测 7.5秒 你知道你要买到7.5秒的车 你要花多少钱 但这一台车 一台小钢炮 它却可以 然后我们那时候 它试车是在宜蘭 你知道很好玩 就有一个在地 在地可能也爱玩车 我在天空灯 他就在我旁边说 这台怎么会走 我就载 我还载我同事 载四个 我就说 不然我载快 一跳灯 就马上排放 它开Tida 对 但Tida有Turbo也很快 有的这么对 那这一台车是 而且这一台车 除了我刚才提到 它引擎比较大以外 然后轮胎变17寸以外 你知道其实它的车体 刚性跟一般的Suite不一样 它一样是HTAC 可是它多了12道焊点 就是你知道车体刚性 其实我觉得对车辆操控 是很重要 尤其像这种小车 因为你的悬吊结构 相对是比较简单 它一样是麦花城后扭力量 可是它多了一个焊点 它可以把这个悬吊的优势 发挥出来 再来就是它的跑车式悬吊 就是我开Suite1.0 遇到坑洞 我说真的 我觉得算是跳 它不是 就是它在震动的处理上 它不会那么讲究 但这一台会让你觉得沉 那过去像这种沉的车 一定是欧系高级车才会有 因为你会觉得 它的悬吊会有两段 就是它在第一段偏软的时候 它会滤掉那些碎震 那当你在剧烈操架的时候 它后面那一段 又可以把你的那种 支撑性发挥出来 所以那时候跑北宜 我反而觉得 我这台车怎么这么好玩 而且我甚至开到嗨来了 我把动态稳定系统整个关掉 就你出弯 然后还没回正 你就补油 你那边就开始 但是它在 的过程中 你还是可以保住它 对 所以那也要技术 比较好的人 才可以这样做 请大家千万不要学 那不过呢 其实小叶也有开过 Swiss Sport这一款车 因为德哥刚刚讲的 真的好像它会飞天遁地一样 那你自己开起来 实际的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 刚才德哥讲的很棒 就是每个世代的钢炮 都一直在变重 对 可是它很特别 它跟上一代比较更轻 而且我用一个 因为我习惯用刚才那个比喻 是初恋情人好了 你知道我们现在 每一台钢炮越来越贵 其实那有点不像 你学生时代的初恋情人 有点像你好像 取到一个那种千金 有没有 那个企业 第二代的一个千金 可是这台车不会 我讲一个简单 就是说 我在整个整天的试车过程中 我敢全油门 可是说真的 这种车 其实很多都是你 人生第一台 接触到的性能车 对 400匹 你敢开吗 400匹 你敢全油门吗 你有技术 你说在台湾道路 对啊 我不敢 但赛车场可以 对 所以就说 这种车 其实我还是觉得 它最符合初衷 就是这种钢炮的初衷 不管再开起来的感觉 而且像刚才德哥讲 它的底盘的细腻度 其实我也有吓到 因为其实这个结构 真的是再简单不过了 可是不管是在市区的 一般舒适性也好 不管是在山路上 它那个四轮的 前面的稳定指向心 跟后轮一点点带的乐趣 说真的 要不是我现在 已经过它这个年纪 那时候开往 真的有种冲动想法 为什么 你现在也很适合 你还连德哥都觉得说 它非常棒 所以也买一台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以后的家庭成员 只会越来越多 对啊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年轻人 用这个入手 当你就是性能车的 第一台选择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几乎是满分的选择 那我们要请教黄总 在百万之内的钢炮 像Suzuki Swift 它在二手架上面 表现是怎么样 Suzuki在台湾的市场 因为它都是日本原装的 为主 当然它也有印度的 那整个市场 大家对它的评价非常高 以前我在经营这个 Suzuki的保养场的时候 车子来都是换油而已 没什么毛病 这个车在市场上 被接受度非常高 所以它的中古车 也不得了 那是只有一般版本的 是 比较 就是说比较保值 还是说Sport 比较保值 普遍来讲 它像它的SX4 也都很保值 新车六十几万 那像Swift新车 也是六十几万 但是08年09年 还要往20靠 它的中古车价 非常值钱 所以我常常说 你干脆去买新车好了 这个是 我们也称 类似神车 就是说 居然可以用这么久了 行情还这么好 这黄总不讲 我们还真不知道 刚才德哥说 为什么 十年的车 为什么 还会有到20万 像这样的车 一年 在十年以后 一年都是用2万块 在折旧 你看这个 太划算了 坐计程车 都不止2万 是啊 它的折旧真的很低 好 好